那你觉得我熟悉吗 熟悉吗 不心动就是嗯 11号 他长得很像我前男友 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影响 那你前男友长挺帅的啊 哦 所以尹康你是喜欢特别瘦的是吧 哦没有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比较瘦吧 我觉得俩人都那么瘦有点磕吧 哦 所以我现在在努力增肥 哎我突然发现 有一个人一直我们说很多事情他都没反应 但说到刚刚很磕的时候他笑出了声 海洋 说两个人说我觉得也不好玩 哈哈哈哈 那那你觉得要怎么样才好玩 嗯 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有点磕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聊正事了关键词看一下 哇你这关键词好酷啊 情感毁败还是情悔赶败这有顺序吗 没顺序 没顺序 没顺序哦好 各位 8号 8号 呃为啥感 就是我是一个感爱感恨的人 我之前是当酒吧歌手的 有一次我见到 我很喜欢那个男生来我们酒吧了 我就站在台上直接指着他 那边那个男生我喜欢你接下来这首歌我送给你记得 台下加一下微信 我颤到一半我见到他会会的走了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那这个悔是不是就是因为后悔那个做那个冲动的事情 就是悔呢就是 对家人的一种 悔悔恨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场男嘉宾 就是有没有兄弟姐妹的请举举一下手 有兄弟姐妹的请举手 对然后呢 有哥哥的继续举手 我继续举手 对 其实我很羡慕你们 我曾经也有一个哥哥 就是在我十五岁那年 他毕业旅游了 然后回来 就生病 我不知道生什么病 我就问我妈 然后 他告诉我 你哥生了一个小病 你不用管 你准备考试就可以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是在重疾病房那里看到他 我只能看着我哥 我只能看着他 我只能看着他 就想以后就靠你 照顾 照顾父母了 我看的是一种 绝望的眼神 我很懂我哥 我很 很爱我哥哥 我就是很后悔 那时候 没有 陪伴他 如果我多问 多问那么一句话 多问我妈一句话 可能知道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 其实我真的 觉得我自己很失败 就是 我想跟女嘉宾说一些话 你哥哥不希望你在哭 在什么 他希望是你可以开心 所以 给个笑容我们 给个笑容给个舞台 谢谢 想到哥哥跟妹妹之间的这种 因为我也有个妹妹 我也是特别爱我的妹妹 然后 我妹妹也特别爱我 我能特别理解女嘉宾的心情 就是 其实哥哥跟妹妹之间特别微妙 不仅是兄妹 长兄为父嘛 他对你的爱不仅是兄妹那样 他跟父母还不一样 可能你们之间的感情 比父母之间那种还要好 对 所以说我特别谢谢你嘉宾 而且 我有点那个啥 其实 也想给你带来一点能量 那我觉得哥哥走了 你应该带着他的祝福 带着他的信念 在两个人更好的生活下去 好不好 加油 谢谢 好一点吗 其实 我觉得我哥 很爱我 我也爱我哥 你可能会换话题对不对 是吧 对我想换话题对呀 然后问一下这个拜 我这两年半以来有一里就是有一段感情 这段感情败在一个字 哪个字 你们猜 忙 酒 对因为他在酒吧做之前做做上歌手是吗 对因为男朋友他就是 特别爱喝酒的一个人 特别爱喝酒的一个人 你要陪着他喝酒吗 对啊 他特别就是今天可能是他 他的走友天天换 而且都不结账 不结账不买单 哈哈哈哈 嘉宾我想问一下那个前男友是长得像我的那个吗 对 怪不得你这么讨厌我 突然间就有了画面感 我以前挺爱喝酒的但我现在就觉得 在酒场上认识的男生多半不靠谱 大多数都不靠谱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就是就是 去酒吧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不去酒吧的人不一定是好人 就比如说啊我跟刘一阵 他跟我说过敏你知道吗 我没喝过酒 我说哎别开玩笑了 不可能你这个人没喝过酒的 对他说我我我真的不能喝酒 我喝过敏有什么的 那天我们在我们家里 就我们两个很安全的地方 不是在外面喝 就是我能控制这个 这个这个环境的 好像喝了三杯 可以了我看我看到他开始变身了 你知道吗 你他是他是白蛇吗 不是我就我又喝了我喝了第一杯的时候 我整个身上都开始发红了 就全身就 哇真的像喝熊黄酒的感觉啊 我很荣幸 就是他喝酒的第一次是和和我喝 你知道吗 郭敏总是他最后给我们一个大彩蛋 我觉得特别可爱 接下来各位先做出你们的决定 对于这个女生完美告白为而来 请选择 啊 有请十四号 我觉得他很可爱 然后笑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有魅力 太出乎意料了 真的我没有想过他会转 啊 啊 女嘉宾你好 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上辈子是不是碳酸饮料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我看到你开心的冒泡 啊 啊 因为这是我在飞美第一次告白 然后我现在非常紧张 我就是当时就想的 我怕我说错话 因为我怕我嘴巴笨 然后让他对我的好感 或者没有好感 所以我很紧张 开开场的时候 你唱的那首乐半小乐曲 然后我特别的喜欢 然后特别是你笑的样子 呃 我觉得我看到你的样子 就特别你笑的时候 所以我真的很想说跟你告白了 因为我家里就是我哥哥还有弟弟 然后我就我特别想要有个妹妹 然后呢 就 我呃 我特别喜欢做饭 然后我会煲汤什么的 我可以做一个非常暖的哥哥 然后我非常喜欢健身 然后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安全感 非常有安全感的哥哥 我可以保护你 我还可以做一个可爱的哥哥 因为我非常爱笑 跟你一样 呃 我嘴巴可能比较笨 但是我中一雷啊 我看见他上我表白的时候 那么紧张 但是紧张起来 我觉得其实蛮可爱的 一声 好好看 哇 哇 当时就是脑子 脑子一边空白 然后不知道要该说些什么 我可以做一个非常暖的哥哥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安全感 非常有安全感的哥哥 我可以保护你 我还可以做一个可爱的哥哥 因为我非常爱笑 我嘴巴可能比较笨 但是我喜欢你 我可以让你当我哥哥 但是我来这个舞台 是为了他 对 谢谢 我可以做一个 祝你幸福的哥哥 如果能在一起的话 能够以哥哥的方式去照顾他 我觉得更好 但是没有 就是说只能做哥哥 就止步于情侣之间 我就觉得挺可惜的 我心动的男嘉宾是 13号刘迪青 当时女生说她的心动是我的时候 我是梦人 我当时走上台的脚都是颤抖的 意不意外 记不记忆 那你觉得我熟悉吗 小心吗 你是那个 经常 最近有看我直播吗 就白衣梦姐姐是吗 嗯 我当时在台上看到她的时候 我其实是没有想起来这个人是谁的 就是觉得好眼熟这个名字 我经常去看她直播 她应该知道我的名字 我让你更加熟悉我一下吧 好吧 我 好 这是我直播时候的造型啊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就在那儿玩兔子舞 我是很感动的 因为我在想 这个人关注我好像很久了 因为帽子舞也是在蛮久时间之前去录的一个视频了 我们来说个嗨 哈喽 来我们来起个掌 起个掌 哎呀 起不了 再来 我当时是有点小甜蜜 心里面甜死了其实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很可爱 白衣梦可爱 留笛金可爱 我们在一起 好不好 很感动的 因为这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女生 face to face的那种表白 就是面对面 我是很感动 超级感动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你 我从第一刻看到你之后 我就翻一下微博 才知道你是 非美的嘉宾 我 你知道我 喜欢你 多少 你知道我 多 喜欢你吗 不知道 刘笛青 刘笛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觉它笑起来和 有点亲吗 很像 很像吗 给个笑容我们 给个笑容给个舞台 那你觉得我熟悉吗 以前白梦喜欢你 我好爱你 你好可爱 当我第一次听到 李嘉宾跟我说 他爱我的时候 喜欢我的时候 我脑袋里就是 一团浆糊 懵了 我觉得刘迪青当时 应该被我吓到了吧 但是我就是那么直接的 一个人 我能先摘下这个吗 有点这个 可以 就是 我 我觉得 就是 我 我是一个 很胆小的人 因为我之前的 恋爱里我受过伤 我 那次我伤得挺重 然后和他分开之后 我抑郁了 我那时候每天 早上起来学习 工作 然后一天到晚上 让自己累得贪死 在床就床上 然后睡觉 就一直这样的循环 我很想谈恋爱 但是我很怕在恋爱中受伤 听到刘迪青说这件事 让我觉得 我很心疼他 就是 你现在就是在我的心外面 你在游走 我觉得 就是 首先你做的这些东西 我很感动 但是 我觉得 感动 不是喜欢 当我听到他说 我在他心边 永久的时候 我觉得 如果我再努力一点 可能就 走到他的心里 若那天故事重演 若那天故事重演 若那火已稀尘你 梦你也许 有红架早已前 已草极 翻来 盛演 谢谢你 但但是 我觉得 如果我去澳门 可不可以找你玩 没问题 谢谢你 想开口却 绝多不便 怕感太流光对面 如果 我写得这样自现 仿佛在此 同回味昨天 可惜经过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